- 媒體網路公司VS Media在台灣成立新據點 吸引雞排妹 臉魚哥 熏軒等網路紅人加入 VS Media首創在台北的內湖這個精華地段 然後開設了24小時的攝影棚 那這個攝影棚有很多的背景 有白背景 有廚房 甚至有最近最流行的電競的一個Live實況的場所提供 那各行各路的Youtuber都可以24小時 來跟我們VS Media做一個合作 然後一天為我們VS Media生產出很多優質的影片 加入VS Media我覺得他們的資源是非常的夠 而且在這個網路的平台也算是非常大 而且能夠跟這麼多的網路的爆紅的素人一起合作 我覺得相當不錯 所以我想說加入這個平台 我相信大家往後可以就是栽培一些 想要就是有夢想的人 然後去做培養 然後所以這個平台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大家都可以來玩玩看 來玩玩看 你覺得這裡是一個 你跟你玩什麼 而每個影音創作者的類型都不一樣 演魚哥笑稱他屬於毒蛇派 希望未來能和同樣講話犀利的雞排妹合作 其實每個人有不同的影音頻道 像他們都比較屬於生活化的 然後像雞排妹就是屬於社會議題的一些就是 對各種很多 然後像我這種就比較偏向就是搞笑類的 所以每個人他們自己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會有不一樣的火花 所以造成人家 我們生活中的群眾就會特別的喜歡 會特別的新鮮 當然有機會一定會想要跟這邊在座的 就是一起合作 我會比較喜歡跟雞排妹一起合作 因為講話都比較毒啊 對啊我也是罵人出來了 雞排妹表示網路媒體 比起傳統媒體有許多優勢 很看好網路影音的發展 製作成本低拍攝時間 也相對的少人員的準備 也比較容易 所以未來呢就是一個網路媒體的時代 請問則出了一下 讓我拍攝時間 請問一下 誰在這邊 請問一下 會不會 請問一下 也會不會 分析 當天 是 很難 是